千变万怀的吉言美景 某某甘典的海味 和温暖透入生的人情 这是上水的北海花 野柳它的地理位置 是在新北市的万里区 万里区有山有海 那整个野柳来讲 它其实非常非常的多样性 那一般就会把野柳等于是女王头 事实上它不是 它一定是大远女王头 它其实有非常世界级的一个地质公园 那有非常丰富的海洋资源 还有一个人文历史 然后还有全台湾省独一无二的 一个神明禁港的宗教仪式 因为它早期它是一个 它是属于偏向 它是一个小渔村 那渔民呢 都是以捕金海亚 以金海为主 它生活非常的辛苦 那也随着说 其实时代的变迁 现在的营运模式 其实是不一样的 现在的渔船 它们是用经营 用那个企业的角度去经营 像一个连锁店 我可能我是一艘船 但是我们是一个team 当然我们就共同 我们是有大三五艘船 就共同是这样子轮流出汗 所以其实已经有连锁 连锁企业化的在经营的模式 蚌蟹在万里这边 它其实它在采捕的期间 已经大概三十几年有了 然后到了大概民国一百年 新北市政府开始推广 我们这边的特色产品 万里蟹就是花蟹三点蟹 还有食尋 总共三种 因为万里蟹它都是用鱼绕的方式 就是用蟹籠诱补的方式去采捕的 它并没有经过任何人工养殖 而且螃蟹的话 它本身一定要是活的 那只要是活的 水产品的话就一定是新鲜的 要感谢新北市政府 就是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 然后去推广这样子 关于生命禁港 就是说每一年在元宵节的时候 从很早的时候他们就是当地人的一个文化 然后就是为生命绕镜 然后搭台神教跳进那个渔港里面 祈求平安这样子 我们是以那个联合国的那一种 世界地质公园的四个理念 去做经营的主軸 那是保育教育 然后地形旅游跟社区永续 因为地质公园就是这样 就把它推到国际 那我们陆续呢 跟日本有三家世界地质公园 地结结面公园 有四个是交流 没有还没有正值钱 那跟大陆也有四个世界地质公园 做地结结面公园的一个交流 那是把也整个在地这个地方 去推到国际 我们现在是跟国际接轨 从100年到106年 我们从海里面每一年都会清出几百斤的那个网具 都是潜水人影下去捡 所以说这几年里 我们这边的沿浸海 几乎很少渔网覆盖在上面 就给一些沿岸的一些鱼类 比较有栖息还有生存的一些空间 这个是铺网清除的部分 后来我们也做了株虫胶 繁殖卵丝的一些工程 就是也是在一个保育区 划定一个保育区里面 让卵丝可以在那边富裕这样子 万里这边其实是一个很好的地方 因为这里不但有山有海 我们在这里有一个全台湾最大的高家绣球花场 这是在春天的时候 然后还有就是杜鹃花公园 也非常漂亮 到夏天的时候你可以在那边玩水 然后秋天的时候就是来吃螃蟹 整个万里 它其实我的感觉像我经常每天都要进去 整个也有地质公园 它可以让你很深度 你可以学习 你可以放空 其实你纯粹只是个打卡 它像个博物馆 我感觉它是像一本让你阅读千遍 不厌倦的一本好书 花园是万里 和我们大自然生中 家如来也如好